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很欢迎你 但我想八卦 你是不是跟张先生吵架? 为什么见到你又见不到他? 那他独当一面嘛 我们没有位置 不是的 不是的 因为张先生有个会要开 所以今天也很开心找阿韻回来 谢谢你 上次你不是很忙吗? 因为上周我们解围已经播放了一周年 所以阿婷抽到少许时间 帮我们拍了一条片在上周播放了 即是阿婷有空的意思吗? 不是的 所以他抽到少许时间 所以他只剩下一个小时也不行 所以阿婷抽到少许时间 你这样大声 阿世良听到 一会儿追究我 是的 抽到少许时间 抽到少许时间 那今天你可以在现场讲 我们解围破放一周年的 感想 我给你三分钟吧 那当然是好 我真的说不是拆鞋 是的 譬如我们有时候在地区的工作 甚至乎 我做得不太多集 我没记错 我也来过两集 之前我和阿榮辉 试过在反卫表大联盟的场合 去跟街坊聚会 街坊也是反应很好 大部份都说我看你们解围 不断跟他说这件事 是口头善来的 通常我们下区见到街坊 都说很久不见你 明明前天见到他也喜欢这样说 但是他不是 看见你解围很好 很有用 我相信解围是一个 突破性的一个网上节目 过去没有人专题去说 大厦管理 私楼的一些大维修时候 要注意的地方 以至这种犯罪的行为 白天不说 如果有违标的话 就是犯罪的行为 过去也監管上是比较差的 因为大家的共同努力 无论因为小业主的团结 或者我们一帮组织者的结联 令到政府都需要面对这件事 由这个敬委会里面的一些变革 以至他们头一两份报告 已经在说大厦为标的问题 你看到大家的努力 或者大家的关注是没有白费 当然这个是一个血的教训 大家都用了血汗钱来换取这个结果 但怎样也好 我希望我们有些已经经历了大维修 无论行免于难 避割一劫 早找我们 或者有些真的中了招 也好 那些经验可以变成 以后的业主 避免再中招 亦我们希望 也不是单单说 业主不用中招 而是只要政策完善 杜绝到维标的行为 这种非法行为不存在 就每个小业主都是得益 好 谢谢 非常好 非常好 多谢你们的贡献 因为我们的反围标大联盟 除了我和你 阿婷 和张宁辉之外 还有一帮盟友 其实他们 工党也有多少朋友 除了我们的政党朋友 其实小业主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实希望在我们反围标的运动 继续可以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 一起在这里继续打击违标 好了 阿婷 你这期忙些什么 我看到你那条片很黑 哪条片 天下为公 对 黑的 通常看到的照片就是 不要弄成大头照 要弄成大头照 要弄成大头照 弄成八九 有些人会这样说的 没有 大家都知道 天下为公 在这里也要多借一些 借椅 多借很多 我相信有不少 城寨或者解围的朋友 都支持的 如果捐款 或者支持这个运动 也是多谢大家的 超额完成了 我们打算用三个月时间 筹二百万 在六日半 七日 六日半 已经超额达标 是 这个很明显 反映香港市民的 心不死 这个就是追寻公义 以至就是 对于那件事件 要查出水落石出的决心 亦都反映那件事 有多争议性 我们现在囚了二百多万 我们这里也交代一句 我们在做什么 我和林卓廷 康俊与吴斯洛四个 就发起这件事 原因其实很简单 建制派每天都在吵 你们在私怨 大哥你真是搞笑 我也不懂得六八九 就是用这个所谓的意义 我和他们没有私交 那怎么私怨 大家都没有什么私人的交往 何来私怨 那是公怨 就是香港社会的市民 觉得到底会不会有人 违反法例 任何人违反法例 应该一事同仁 我们现在其实希望 在香港 都叫ICS正在查这件事 我就是不评论那部分 唯一的評論就是為什麼這麼久都沒有進展呢 而期間又發生過李寶蘭的事件 大家記得 很多懸疑還未能解決 那個調查進度很緩慢 立法會如果大家記得上一年 我和梁繼昌在今屆立法會任期中 第一個月已經提出了 成立一個UGL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也調查了一段期間 怕發生豪鼎門 司通州豪鼎 梁振英 這些事件都令人很懷疑 但是很不幸 這些委員會的進展很緩慢 交著狀態 謝偉俊不斷 也是隔幾個月才開會 豪鼎門之後 剛剛最近開會那次是開什麼呢 告訴大家你也火滾 就是 他已經出來說了 不要說我洩漏 全部是機密的 他說不准洩漏 但是我說他出來說的 他出來已經和傳媒交代了 就是限制了我們不可以在 接下來有一個調查州豪鼎 有沒有在過程中 私通梁振英和違規違紀的 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又成立了 簡單地說就是去調查州豪鼎 如果他行為不檢的話 可以放上立法會大會 三分二通過可以罷免議席 那個委員會就照我們這幾個證人 因為我們在UGL委員會 就叫我們去調查州豪鼎委員會 去到開會做證人 但是竟然UGL委員會 現在最終出了結論 就是我們不可以洩露 UGL委員會裡面的內容 尤其是一些機密會議 即是沒有解密的會議 那我不洩露 我怎麼說呢 而最重要的最好笑的是 這個新的委員會 也是一個保密委員會 保密會議來的 是閉門的 那我由這個閉門會議 為了查立法會的事務 去向另一個保密委員會去交代 都不可以 講到最後大家明白了 會不會有人為了包庇自己有呢 就不想我們說真話呢 那我們就面對這個問題 大家看到整件事鬧劇到這個地步 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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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那到八九點了 那我們就覺得不是辦法了 尤其是我自己身手有份 成立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是 那阿廷 大家記得早一陣子他去了英國 就去英國那邊 找執法機構去研究一下 有沒有個案子去告他 找當地的政黨人士去瞭解 找當地的律師 那我們就覺得 要跟阿廷想 喂 除了那個UGL委員會 我們可能要想一些方法 另外有一個 令到有關調查可以延續下去的辦法 否則很有機會 兩個委員會都沒有結果之下 是見事不了了之 那一拍即合 你知道阿廷也是去做事的 就趕快找幾個朋友幫忙 當然我們除了我們四個前台人物之外 後面有很大的團隊 亦都有一些朋友 也不怕說 就是他不方便露面 但是他很想跟隨這件事 但是基於他的社會上的身份 位置 或者他行業上的可能潛在的壓力 那麼他就 唯有密密地支援 那我們現在暫時籌了這筆錢之後 我們會在英國 除了香港以外 香港也會有些功夫做的 但是英國和澳洲 我們會找當地的律師 以及向執法機構去投訴 甚至可能會尋找一些小股東 去提供一些資料 或者他們有沒有申訴 那麼我們希望盡量 在有限的時間裏面 可以追究到有關資料 嗯 好 那麼接下來看看怎樣做 那麼提到一點 接下來我們澳洲 應該很快要去做事了 因為澳洲追究這類的案件 是有連限的 那麼我們都擔心月池啟動 就算有料到 都變成了追不到 所以我們接下來 我估計我們這一季 這兩三個月來 應該澳洲之行會成行 另外就去澳洲跟進 找當地的專業人士 包括大律師、律師去給你意見 我也很希望你獵狼成功 是的 我想也是很多香港人 特別是有捐款、有良心的香港人 這是一個希望 另外多謝少了一個人 這個一定要多謝 多謝梁振英 因為他告我們 我們原本想著 我們的籌款都沒那麼快 律師信 他第一天就發封律師信來 第一天就警告我們出聲明 第二天就出律師信 一出律師信 那個捐款是直線火箭式上升 他都功不可沒 可能他也想你幫他搞出真相 當然他的聲明跟我們很統一 我們跟他沒有矛盾 他也是說我們要掌握全部的真相 我們就要掌握全部的真相 所以就先找出真相 我們也是清者自清 另外 你小心說話 也告你 不是的 說清者自清 這樣就不怕了 我們真的是憑良心 也是說事實 我們從來都不會怕的 亦都好像跟我們 反為標準的工作一樣 即是只要有文件 我們確認到是事實 我們才會降出口 所以這裡跟我們 一路處理的案件 是一脈相承的 我們處理的事情 還有最近 立法會有什麼搞作 你 立法會就是房屋物議題 今天就跟建制派伴火 其中一個好笑的議題 我覺得房屋今天值得 告訴大家 好 一個就是陳凡鬼不後尾枕 就說了六字居的問題 我就問他 喂 首置上車盤 將會建屋了 政府有兩條數 一條是七萬五 未來五年 有十萬個單位 落成公營房屋 七萬五就是出租公屋 二萬五就是出租公營房屋 即居屋 你知道現在還有六字居 我就問他六字居和首置上車盤 其實我問首置上車盤 是否會計算進去二萬五 但你都沒有地沒有城 那怎麼會建造呢 怎麼會說一說改派後尾枕 就說了六字居 原來六字居並不當作出租房屋 六字居是當作公屋 即是說賣了 例如來賣二千五百個單位 未來五年賣一萬二千五百個單位 那未來五年那一萬二千五百個單位 賣出去都是當作公屋 那是督數的 那很多記者當然是吵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交人交論 就是建制派 是呀 同事劉國昏先說的 有幾個建制同事都和應他 我覺得好笑就是 現在那些樓價這麼貴 那你會不會想著叫政府在賣地的時候 在賣地條款裡面 加入要求地產商 將樓宇面積去到限尺數 不可以太小 那我聽完即時就按麥克風反駁他 那這裡很多是業主 我想看的節目 就明白了 喂大哥 賭果為因 為什麼會有納米樓呢 即他們關注納米樓就說太小 應該要大一點吧 應該要大一點 為什麼會有納米樓 納米樓當然是畸形現象 但是這個是果來的 因就是樓價太貴 樓價太貴 地產商要賺盡你 如果它正常給三四百呎單位 你可能要收你一千多萬 那現在納米樓二百呎 就收你一千多萬 三萬呎單位剛剛好到六百萬 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那你還要在不處理樓價的情況下 還要限尺 限大不限小 限大 即是說一定要有差不多的尺寸 那如果你舉個例子 你一定三百五至四百呎 即是給回雙倍的錢 以後香港市民買樓更加沒有機會 當然我不是鼓勵大家買納米樓 但是我覺得很少一些建制派同事 即是不熟政策到一個地步 就是只要處理到那個樓價 其實納米樓就會倒絕 因為我根本不會賣這些樓 我根本負擔到賭的時候 那就是好笑 大家賭果為恩爭了一大輪 政府又認真地回答他 又說回去考慮 考慮是這樣做嗎 考慮在賣地條款 將來會不會加入這些細節 那我們不排除 要回去考慮研究 你知道我們政府是研究型政府 好像大學一樣 我當然即時要開火還擊 講出一個 我相信這裡看這個節目的 城寨的觀眾都是高水準的 其實這個都不用我說 大家都認識的東西 竟然今天在立法會 有幾個議員都說錯 就是說要限尺數 不能太小 我覺得雖然納米樓是一個話題 做一下功課 補一下底先 不要亂說 否則政府真的回去 你知道我政府是傻的 回到去真的 研究 那就是分析了 他走了尺數 400呎是最小的單位 現在的尺價 1200萬是新樓入場費 這些立法會好笑的事情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相信大家的城寨慶眾 解圍的朋友 有很多業主一聽就知道 是傻的這樣問 其實可能你會在議會裏面 覺得為何會說這些話 其實我們在議會裏面 聽到為何會有這些人 在裏面說這些話呢 當然是 是很奇怪 當然 你現在說這些話的人 可能在議會的政治生命 會比民主派緣更加長 你不要笑他 就是這樣 正所謂的老人家所說 那些壞人特別長命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古惑者特別長命 就是被人斬不死 生命力很強 不知道跟這個原理是否一樣 咦?我覺得應該是好人有好報的 我們先做多些好事 我講了剛才很多 你在立法會發生的事情 那些事情 我們講回今天我的主題 其實就是分享一下大廈管理的心得 其實我們其實都 我想我做了十幾年 都開了超過一千個 大大小小的法團會 小學出來做的 不是 小學已經去走坊法團 年齡這些都不能騙 大家都參選過 大家都知道 不過我確實 一讀完書 就已經做這些地區工作 其實我都開了一千個 你不會少得過我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分享一下 一些特別的個案 你近期是不是有些 我又不敢認得 我未必多過你的 原因就是 第一 我年紀跟你差不多 我自己認為 第二 最重要是什麼 因為我負責那些區域 有些特性 就是 大屋遠多 大屋遠多 除了我在社工年代 有幾年做九銅灣之外 做一些臨屋區之外 我大部份時間都是新界西的 最遠去到大澳的 在那裡走地 都是不同的區域 做社工、做服務 反而我因為飯數較窄 養屋、木屋、公屋又多 私房都有 飯飯也有些做 但是如果純粹私房 我真的不敢在你們面前認識 尤其是你的區域 又密集 單栋樓 一個區域 一個區域有幾個座樓 六個單位 六個單位一座樓 我的西西區 我的小區 有沒有60座樓 我之前想到 60座很多 小區 他的選區有200座樓 那我當時做的區域 大部份 就算是舊區也好 可能一個公屋的區域 私房一條街 都可能有十多二十個 我去盡都有二十個 和你相差很遠 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做的 現在很多都是大型屋苑 你的密度一定高於我 但是問題的複雜程度 大家可以看看 什麼情況 大型屋苑或大屋苑問題 小的單栋樓 單栋樓問題 其實我接觸的大屋苑 都有回所商場 停車場 其實他們最大問題是成立法團 始終有時候 可能連加管理費 一定是面對的問題 一定會吵 所以又要換工契經理人 又換不到那些 所以大屋苑會有這些狀況 其實就算是單栋樓也好 他們面對的管理問題 就是業主懶懶閒 或者是一些長者業主 他們是不理會的 或者是不認識的 也有一種業主 只是馬回來放租 所以不同屋苑真的有不同的問題 但其實我剛才在拍這個節目之前 我們開始之前都說 原來你近期去一個奧學院 有些黑色的人物 我經常都有 我最近少了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 黑社會控嚇 沒有 我少的 女生可能不欺負你 我最少我自己收過幾次 黑社會控嚇 報警要警察保護都試過 有些說明 我記得有一次在這裏分享過和榮輝 說明要斬你 買你的右手也有 當然警察的說法就是 他們說一下而已 他們說一下而已 說的就不會做 他也是嚇嚇你而已 你當然是這麼說 他真的砍掉你的時候 你又另一個說法 就是我們生命 但當然了 吳凱欣剛才說了 我們害怕就不做這些工作 我們還在跟反違標的工作 就證明我們嚇不了 不是說自己鐵打 也不是說自己打得十個 有些事情應該做就做 你太擔心也和補於事 我們過去也多被人和客 最近我看到一宗 就是黑社會 我不知道 總之是單棟樓 又是那些大維修價格很高 大約多少錢 平均 我不記得 總額 但它的座樓也是小的 應該是十幾二十層 每一梯幾貨 那每人合多少錢 我記得好像每人合十幾二十萬 都不少 舊區來的 都是屬於中高價的 即是你如果比起 你們說到有些半生 最高是五十萬 紀錄 有聽過的 最高是一整萬 我們有些區域 你知道如果基層區 那些單棟舊樓 長者比較多 小市民 如果無端要夾十幾二十萬 你只是在老人家的退休金 割一副出來 那次貴也不是問題 為標當然是貴 難道貴還是便宜嗎 但我懷疑它為標 最嚴重的是 別人想開業主大會推翻 很多公仔佬 他的公仔是很威猛的公仔 即不是畫漫畫 不是畫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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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腦 金小文的公仔佬 真是公仔佬 真是那些 有些又說拳館 不是打泰拳的拳館 你知道哪些拳館 又沒有師 又沒有那些 背景三三五學都有 又在吵 聲大甲惡 學人 到最後 業主當然是團結反抗 他找到我的 找到比較遲 已經通過了第一次 即通過了做維修 過了做維修 他才醒覺 這個要提大家 我們講了這麼多集節目 他們都講了一次 重點就是大家要有警覺性 亦都是自己屋苑自己管 不要假手於人 都不到 不要聽這麼說 不去到最後關口 不去到最後 不見棺材不流眼淚 真的不行 自己千萬不要這樣做 他們找到我們之後 已經去到那個地步了 我現在欺騙了去推翻 但是還沒有簽約嗎 還沒有簽約 即是只是選擇了承辦商 對方都不是傻子 還不趕快簽約嗎 見你關注組 要求開這個特別主大會 其間就簽約了 推不回 不幸 幸好這班人都是願意做事 接下來他過程中也成立關注組 接下來希望在 因為他這次比較特殊 他是像煎皮拆骨一樣做的 即是剝皮 他做了一部分 只是做外牆 喉管還沒有移動 他就很擔心 我現在被你割了第一刀 原來還沒有斷根 接下來有第二第三刀 所以他們也希望成立關注組 接下來會約我開會 我會繼續幫他 看看有沒有辦法 可以動員多些業主關注 意識提高之下 他們在改選的時候 可以取得主導權 如果可以 做的都沒有辦法 唯有監察著 給了錢都交足貨 不要拿樓攤 不要到時候 三多年後 又說要再鋪一個紙皮石 但是未來的工程 要不要先攔住 這是其中一個最近的例子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說 怎樣是維標 怎樣騙你的錢 很多時候 人們會說 抬高你的價錢 就是騙你的錢 剛才你也有說過 但其實除了這件事之外 也會有偷工減料 譬如你要做十件事 才可以完成到那個工序 但可能只是做五個部份 特別是石屎打鑽那些 因為那些叫做隱藏性工程 很多時候我做開了 做了都看不到 做了都看不到 我有沒有做鋼筋防修理由 不知道我便會引起它 這些就是偷工減料 亦都是會有貨不對辦 很多時候 我明明是訂一些外國的石 同款的 但不是不同產地的 會有這些 我們也經常都說 這三種加起來 又是抬高你的錢 又是偷工減料 又是貨不對辦 當然是這樣 難道貴了 我就給你一些歐洲美貨嗎 真的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 希望業主們 都真的要早些去 如果知道需要做維修 要早些去關注大廈 多些去開業主會 我們今次這一節來到這裡 下一節我們再分享其他大廈的個案 特價80元 里潮韓式醬牛肉 特價63元 馬來西亞D24榴槤肉 400克 特價90元 還有更多急凍食品 及行河咖哩屋咖哩食品 都以特價發售 買滿300元 還送傳統風味蛇羹一包 你都快點來灣仔道83號7樓 人民超市灣仔新店 體驗最新優惠啦 一家最新鮮的 還有你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